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老者 牟子一缩感受到了山峰扑面而来的巨大威压 但并没有过多在意 双锤一扬就轰了过去 一股澎湃巨力轰在山峰上 三种颜色的光芒迸射出来 萦绕旋转 山体中一片震荡 轰 山体内传来一阵轰鸣 直接将那双锤之力反震回去 什么 老者大害 瞳孔皱缩之下 凌空一个闪躲便躲了过去 但眼中难以掩饰的震撼 望着那三色光芒之风 李云霄眉头微微一皱 内心也颇为吃惊 以这山峰的重量 天伤老者竟然能以力量抗衡一二 他一招手便将那山峰收了回来 隐没在掌心 老者阴沉着脸 寒声说道 这是什么玄器 李云霄道 昭文道 稀可死 天商大人死前还想长知识 果然是前辈风范 老者气得牙痒痒 看了一眼远处 渐渐不知的老玉 忍住情绪道 今日之事 算是我北明玄宫栽了 让你的手下住手 我们这就离开 李云霄张大嘴巴恶然道 天商大人再讲笑话吧 若是我们栽了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二老栽了 认个说就想走 老者寒声道 那你想怎样 他的脸孔一片铁青 以他的身份之尊 从来都是前呼后拥 高高在上 现在跟一名后背谈条件 实在是一股怒火憋屈的厉害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不想怎样 一扫帚将蝼蚁打扫干净而已 蝼蚁 老者怒结返校 整个头颅都气得冒烟 寒声说道 普天之下 就算是七大宗主 也不敢说老夫是蝼蚁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就去死吧 他双锤 在身前飞旋起来 很快 周身百丈 都陷入了一片金光灿烂 锤影 臣服不定 远处 远处那玄雷金云吼 剑状 直接化作一道金雷 从九霄直冲而下 恐怖的雷电 在长空上 画出一道道 长长的轨迹 像是一条金光大道 直通天际 金雷冲入那锤影之中 恍惚之中 隐约见到老者轮锤 敲在那玄雷金云吼的身上 无数金光瞬间爆开 伴随着大片的雷霆之力 向着四面八方冲散 整个天地陷入了一片金光雷海 鄂林 手起腐落 将最后一名敌人砍翻 张大嘴巴望着那爆炸露出了骇然之色 沉吟了一下后 他便举起斧头冲了过去 远处的老玉也被惊到了 内心一阵焦急 瞬间就被冰尘数拳轰在身上 震得连连吐血 一口鲜血喷出 竟然是惨绿之色 啊 你 老玉惊慌地指着北正南 亥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渐渐变了通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腐蚀起来 冰尘也是双眸中一片骇然 有些忌惮地望着北正南 刚才他竖拳破开老玉的地气防御 那无形之毒就如影随形地潜入了进去 几个呼吸之下 老玉便浑身颤抖和抽搐起来 最终彻底地化成腐朽 身躯变得一片溃烂 面目全非 冰尘满脸的冷汗 望了北正南一眼后 便冲入远处那金光内 开始大战天伤老者 北正南则是一个闪身下 出现在李云霄的身侧 面容复杂地望着他说道 这片天空下已经没有了神经强者 想不到还有人可以掌控戒神碑 这样我便再无怀疑 这柄万事欲见赔了我十万年之久 现在我就赠送给你 他手中剑光一闪 双手拖剑 眼中有些依依不舍递了上去 李云霄哑然一笑道 怎么 你求死心切 北正南面色淡然道 我离死不远了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不想让他与我长埋尘土 更不想他被一些妄人得趣 承蒙羞辱 李云霄将剑推了回去说道 虽然我也没有救你之法 但若仅仅是压制伤势 防止进一步扩大的话 自问还是能办得到的 北正南眉头猝气 你想用戒神碑的一戒之力 来压制我的魂伤 此法理论上可行 但你对戒神碑的掌控度太低 很难起到疗效 李云霄道 借用戒神碑只是其一 我在船里一套修魂之术 相辅相成 别说压制 就算是恢复全胜 也极有可能 北正南面色动容 若能不死 谁也不想去死 李云霄道 只是那套修魂之术 我虽然习得 但并非我所有 无权传授于人 我先去问问此树的主人 他也正好在戒神碑当中 好 北正南点了一下头 我先去帮你结束远处的战斗吧 李云霄王道 不用 有他们便可 天伤老儿必死无疑 你尽量少出手 免得魂伤扩大 好 北正南应了一声 随后沉吟道 既然你是这一代的戒神碑之主 那么以后我就跟随你 任你差遣 李云霄一愣 随即嬉笑道 如此甚好 他分出一道魂魄 在戒神碑中显化出来 直接出现在方寸山之上 山中一片静谧 少了往日那种炼制之光 和大肆吸纳的灵气涌动 反而让李云霄有些不适应起来 一道光芒从山中飞了出来 正是顾月生 上前拜道 见过云霄大人 李云霄道 你师父呢 顾月生有些尴尬道 师尊 之前交代我 说要进入闭关之中 若是云霄大人来 就说北明韩星剑已经尽数炼完 承诺一旅 让大人不要再找他了 李云霄大笑起来 好一个老员 还以为我会占他便宜不成 本是有事找他相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当他答应了 日后若是不喜 可千万不要怨我 他丢下一句话 就要离开 山内传来袁高寒不满的冷亨 喝道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进来吧 李云霄一笑之下 便进入到洞府之内 什么 你要将我的星光魂术 传给别人 袁高寒一下子就炸开了 一下冲过去 就想掐死李云霄 怒吼道 你若敢如此 我要你的命 李云霄早就料到了 他是这种反应 身体一闪之下 瞬移到他的后面 笑道 冷静 冷静一些 我那位朋友魂魄受了重伤 而且由于某些原因 魂力流失太大 普天之下 除了你的星光魂术外 我想不到第二个好办法了 袁高寒怒道 就算你朋友死了 也不许将我的术法外传 哎呀 别这么激动嘛 天下没有不可能之事 之所以办不到 都是因为利益不够 李云霄悠悠然的说道 袁高寒冷冷的说 你觉得你有何利益 能够让我换出星光魂术 李云霄道 高寒兄双魂合一 不是要在下护法吗 袁高寒震怒道 李云霄 你还要脸吗 竟拿此事来威胁我 之前所谈协议 你要耍赖 他一下子怒火攻心 整个脸颊都通红起来 头顶冒烟 李云霄被他激动的情绪 吓了一跳 善善的说道 有这么大反应吗 高寒兄 别太激动 我答应你之事 自然会做到 我那位魂伤的朋友 可是七换绿叶的主人 若是有他帮忙的话 提高寒兄护法的安全性 至少可以提高一成 什么 五毒之一的七换绿叶 袁高寒一经 脸上露出了意色 你这位朋友 是天地独身 李云霄道 正是 这普天之下 除了天地独身外 还有谁能够操控 大灭绝五毒 袁高寒沉思了一阵 好 此事我可以答应 但除了全力替我护法外 你这位朋友 必须欠我一个人情 这 好吧 我替他应下了 李云霄略有犹豫 但想到北镇南 此刻的情况 也没有选择余地 再者 他已经说过了 要追随自己 替他应下这个人情 倒也不为过 袁高寒道 还必须让他立个誓 此术 绝不可外传 这个自然 李云霄身影一闪 便要离开 袁高寒突然说道 慢着 他目光凝重 缓缓地说道 你要去红月城 劫人 李云霄道 怎么 这不是什么秘密吧 袁高寒哼了一声 你的名声最近大显 就算是我也有所耳闻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你现在只是七星五帝 李云霄 而不是封号五帝古飞扬 别忘了自己的实力 做出一些 自取灭亡的事来 李云霄眼珠子一转 嬉嬉笑道 高寒兄 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 寒我留下 不会是特意教我 做人的道理吧 袁高寒脸色微变 哼道 你的聪明才智 我从来都不曾怀疑 红月城之行的结果如何 我并不在意 江若冰也只是这个时代 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子罢了 我只是不想你死了 让这个时代 少了一个有趣的人 李云霄 眯着眼睛笑道 于是呢 袁高寒白了他一眼说道 我会让陈金宇暗中跟着你 必要的时候出手救你一命 李云霄一惊道 陈金宇 这小子猖狂得很 还没有被人打死吗 袁高寒怒道 连你都还活着 他再如何猖狂 也比不过你吧 李云霄大笑道 嘿 这小子当年也是万年一见的天才 可惜自负极高 在风云忌讳之前被人痛打了一顿 结果自觉没脸参加风云之战 否则也能崭露头角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现在的修为是 KNOW 是 谢谢观看